有这么一个画家 他画的每一幅画都栩栩如生 画的东西就像能从画走出来一样 他的画更是千金难求 很多人几破脑袋都拿不到 但他的画像难度极其的大 为了能画好一幅画 他经常会深夜寻找灵感 有时候一想就是一晚上 他最擅长的是画美女 你看这美女的微微卷曲长发 再看这上条的桃花眼和高挺的鼻梁 搭配着性感的身材 真的是绝了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因为自己画画的出彩 却让画中的这个美丽的女人 出现在了他的家中 这个美女实在太漂亮了 就跟他画里的一模一样 神奇的是 这个女的一来就说是他的女朋友 画家单身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 不由得兴奋不已 还没等画家开口 女人就热情地邀请他一起过夜 迫不及待的画家当然是答应了 两人在家里度过了一晚上 可到了第二天 奇怪的是 那个美女竟然不见了 家里就像没人来过一样 这一下把画家彻底搞梦了 到了第三天 画家从床上起来 这次他在家中又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出去一看 那个美女竟然又出现在了他眼前 画家几天没见美女 还害羞起来 一点也不好意思面对她 可这次 美女又是热情到过分 不是对她须寒问暖 就是主动投怀送抱 画家根本无法抗拒这种诱惑 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画家 画中的美女为什么能到现实呢 思考了很久 她终于明白了 原来自己是神笔马娘 只要出自她手的东西就能变到现实 而女人的有效期只有一天 想到这里 她想了个办法 只有不断创作才能让美女一直留在她身边 于是当晚她再次进行的创作 有了爱情的滋润 她画画的水平更是栩栩如生 画一幅画的时间只需要十几分钟 从此 两人就这样一直待在一起 你浓我浓 形影不离 本以为这个女人会跟着她一辈子 然而谁也没想到 有一天 她发现女孩竟跟另外一个男人聊得火热 画家怎么都想不通 明明是自己把女人带到这个世界的 为何现在这个女人却变了心 画家再也忍不了了 她找到美女 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而女人却瞒念了魔 根本不理会她 还一气之下开车离开了 画家看着女人渐行渐远 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便从屋子里追了出来 可来到大街上 奇怪的是 自己拦了好久的车 路边的汽车却全都视若无睹 没有一个人愿意栽她 画家没办法了 只能徒步寻找女人 很久以后 画家来到了一个加油站 她才找到女人 而此刻的女人 却又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 两人亲密的样子 狠狠刺痛了画家 画家忍无可忍 准备教训这个男人 结果 画家竟然根本碰不到她 而那个男人 却从始至终都没看她一眼 画家这下慌了 她隐隐地发现 事情有点不对劲 两人回家后 又是大吵一架 女人终于也跟她坦白一切 原来 这个女人才是真正的画家 而画家是她画出来的虚拟人物 除了这个女人 谁都看不见她 而之所以画她出来 只是为了慰藉自己孤独的内心 顺便帮她分担一下画画的工作 画家这下彻底懵了 她怎么也不相信 自己才是画出来的人 女人为了证明这一切 她开始慢慢擦掉画上的男人 而男人这下真的疾风了 她拼命阻止 她根本没用 不久 男人身体开始变得透明 直到完全消失在空气中 谁能想到 事情会是这样的结局 那如果你能把画的东西 变到现实中 你最想画什么呢